聖人类姐妹 今天的四经金句是 我们是无用的拨人 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该做的是 勞家福音17章10节 主耶稣在福音中讲短短的比喻 当然就讲我们人和天主的关系 不过就用了主、博这种关系去类比 其实他想说出,我们在天主面前要谦卑,不要自夸 谦卑就如同一个无用的博人 所做的一切其实是主人吩咐的 就算是做得好也好,其实是我们应该做的 有什么功劳可以自夸呢? 要像玛利亚那样,是天主在我身上完成大事 就不是我自己做了什么大事 是天主通过我 所以在我的无用之中,我是一个无用的博人 在我的无用之中,我可以彰显出主人天主的有用 或者用保禄的经验来说 在软弱当中,在我们的软弱当中 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天主的能力才能彰显 的确是这样的 很多次有人这样说 人的末路就是天主的出路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走投无路了 或者是大病,或者是困境的时候 搞不定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会想起天主 人真是很坏的 开心心 没有病没有痛 一切就觉得是理所当然 但当生活大不如前 生命出现一些障碍 这些阻挤的 我们想起天主 或者会埋怨祂也不顶 或者去投分祂,信靠祂 所谓叫临急抱佛脚 不过呢,虽然不太好听 但各位兄弟姐妹 都要抱 虽然急了,都要去抱一抱 在我们的无用之中 在天面前承认我们的无用 求天主在我们身上 彰显祂的有用 记得我的回祖圣方祭 他在生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说 为什么你又没有学会 又不得英俊、英俊、英俊 每个人都认识你 每个人都说你是活性人 为什么天主特别对你这么好呢? 很多人问他 兄弟也问他 方祭很欠秘 他怀着感恩的心 望一望天空 然后对兄弟这样说 就是正如你所说 天主封闻全世界 没有一个人比我丑 没有一个人比我丑 于是天主在我身上 去做祂的旨意 给我恩重 因为我不会偷了祂的光明 我知道自己不行 各位兄弟姐妹 让我们都承认吧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事 《罗家福音》十七章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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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家福音》十七章十节